歡迎收看有批有據看台灣 看數據 看民意 看趨勢 看未來 大家好 我是王時期 帶您一起掌握台灣政壇的大小事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美國總統川普 和他的妻子梅蘭尼亞 兩個人同時確診感染了武漢肺炎 那麼可是隔一個月 就要進行美國總統的大選 這件事情會帶來怎麼樣子的變數呢 實在令全球都很關心 另外這幾天是中秋連假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中共的戰績 還是連中秋節都不肯放過 沒有在休假的 在台灣的西南海域飛過來又飛過去 那麼在此同時 歐陽娜娜也登上了央視 去唱我的祖國 還有國內的退降說 我們現在的軍力等於是零 這究竟是什麼樣的心態 今天都可以好好的來討論 趕快來介紹白兵 首先歡迎的是民進黨立法委員王定宇 思綺 大家好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鄭兆欣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張明佑 思綺姐 大家平安 今天的大數據專家是 SolarMedia的謝一平 謝博士 思綺姐好 大家好 好的一開始我們還是要請謝平 謝博士來跟我們看看 這個禮拜的網路上面 大家關心的幾個焦點話題是什麼 其實這個禮拜還是一樣 是一個主權週啦 主權週 雖然藝人好像佔了大多數 而且這幾個禮拜 其實他本身精神上 還是一個主權的議題 因為他去中國唱歌這件事情 過去也有一些例子 大家就開始討論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其實他在唱完歌以後 整個大家的關注討論 就看到有一個很大幅的下降 所以這個議題其實大家在關注上面 你意思是說稍一天 就是唱歌之前 大家就在討論 唱完了大家就 大家唱完就結束了 就比較沒有在後續有更多的討論 可能要到下一次有類似事件的時候 他又會被提起來 沒錯因為都跟主權相關 而且這個也是一個比較 相對比較軟的事情 就是因為藝人可能去負中 那除了唱歌這種 唱他們的我的祖國這種比較爭議以外 那當然我們台灣也有蠻多藝人 是在中國發展的 這個事情就比較軟 可是你看相對 這禮拜第二大的議題 在中國武嚇的這個方面 他其實就比較硬 因為他跟國防啦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禮拜 其實討論蠻多 我們的兵役的制度 是比較硬的議題 相對大家網友在討論藝人 這相對需要比較多的專業知識 那還有我們的那個 我們現在教招可能也要改 還有女生要不要當兵 對女生要不要當兵 這個也帶了一點 所謂男女性別平權的問題 在裡面 那還有軍購 其實這都是比較專業的東西 但其實重點我們應該要看的是 這個第二大議題的一個走向 你看第一個 他的那個上下變化的幅度 其實比較大 對 那上下的變化幅度我們都是講 他會受新聞影響 那你看在 這個禮拜有歐陽娜娜 大家新聞都在報這件事情 那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藝人那個小鬼黃紅生之前過 還是有一些漁波 所以其實當然就會受到一些 其他新聞排擠的影響 可是你看他的左右 變化的幅度是小的 就固定 是鄉民主動討論的 對主動的這一塊 他小他並沒有因為外面有其他的大事情 把這些關注吸走以後他就變少 大家不討論 而且這又是比較硬的議題 跟國防相關 所以其實這大概有反映出兩件事情 大概在這一連串的時間以來 中國武嚇飛機一直飛來 其實讓大家對我們自己不只是主權 我們這一塊土地的安全 其實是非常投注關心的 那再加上這個禮拜 一個是教招 然後我們要不要改那個 又改回徵兵制 然後再加上藍女都去扶兵 像以色列這樣子 所以其實從這個數據來看 整個全民的國防意識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提升 過去這議題很硬 內容很硬 其實你看過去武嚇中國很多 大家都在討論飛機飛來 我們買了什麼武器可以打到對岸 他們可以打來就討論這些東西 但很少去討論制度面 但現在這個東西浮起來了 對 所以其實這個 而且討論度是沒有減少 也就是說儘管這麼硬 然後它的分支新聞有很多 可是大家仍然是還蠻熱烈的在討論 熱烈的去討論是真的有關心 不會因為說 多了一些大的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 好 我看了 但是我還是會播出時間 我的關注度 再來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解讀 就是說其實台灣安全 台灣的主權這件事情 越來越慢慢形成全民共同 關心的話題 對 一個共識 就是說台灣的主權跟安全議題意識 國防的意識有整體被拉伸 對 沒錯 對 從這幾個禮拜看其實還蠻明顯的 了解了解 好 謝謝一平告訴我們 這個在網路上面大數據 呈現給大家分析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解讀的狀況 不過我們還是要從今天發生的 最新的狀況來談起 就是川普跟他的太太都確診了 可是一個月後就要投票了 然後前兩天 這個川普才跟人家在 才跟他的對手拜登在那邊辯論 口水噴過來又噴過去 還有那個主持人吵架吵得一塌糊塗 可是他現在要在隔離治療當中 但是接下來還有辯論啊 那美國總統11月3號的投票 到底現在會變怎樣啊 因為川普啊 他真的是很愛推特王 他就又發一個推特說 啊 確診了 但是我們會努力的停過去 我們要克服這個病毒 所以首先要請教一下委員 這個變數算是蠻大的吧 這件事情會有什麼樣子接下來的影響 10月的第一 欸 10月1號 這美國時間 然後是中國的國慶 然後美國總統得到了武漢的肺炎 哇 驚奇的十月 中國國慶是昨天啦 因為我們很不幸的 中國跟我們一起在亞洲 他如果也在美洲就好了 現在 我跟一直在想川普這個事情 他發了推特嘛 就講說他跟他老婆兩個都確診 那剛才白宮那邊也表示 未來的隔離期間 川普夫婦都會在白宮他的住所 進行隔離 他可能是史上第一個 因為隔離的這個總統跟總統夫人 然後另外中國的網友小粉紅就開始很嗨嘛 對 就說成功了 死定了什麼都開始講這些有的沒有的話 普天同慶 我跟習近平要捏把冷汗 那美國這邊有人這樣寫他說 川普是美國第十位遭受這個暗殺的總統 那你知道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知道甘乃迪士嘛 我們也知道這個林肯士嘛 前面有九個 他說他是第十個 那代表什麼 美國總統是被中國的武漢肺炎 生化武器 川普的講法叫做中國肺炎 所打的 那這個東西就有民眾的情緒在裡面 所以小粉紅若在那邊慶祝慶功 拿川普的健康開玩笑 美國也有小粉紅啊 就是兩邊會咬起來 那我剛才在錄影前 我一直在想說 這到底對川普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在身體健康上當然不是好消息 因為畢竟武漢肺炎還是有死亡率的 那以美國總統 你再怎麼高的權位 這個風險躲不掉 但是以政治上來講 我問下面幾個問題 你就會有跟我一樣的答案了 第一個隔離14天 結束隔離的時候 距離大選11月3號投票 只剩兩個禮拜多一天多 那在這隔離的期間 川普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他除了不能去現場以外 什麼都能做啊 他用視訊啊 你會看他這麼愛寫推特 接下來你看他已經視訊 那某一個州要有一個造勢大會 就一個投影 甚至立體投影現在都做得出來了 那他一樣可以演講啊 他也不用飛來飛去 就清零現場握手 這個事情不能做以外 川普在選舉造勢講話 製造話題的能力其實沒有減少 那拜登本來行程就很少 所以如果拜登是啪啪燥 那是有影響 可是拜登本來 清零現場現場就相對比較少 所以川普付出的隔離代價不大 但是光今天全世界媒體就要討論他了嘛 對 隔離期間誰能夠帶動話題 他過兩天跟你講說 呼吸不順暢 啪就頭條了 對不對 然後過五天說我克服了病魔 我站起來了 我把那個呼吸器拔掉了 那時候Boris Johnson 英國的Boris Johnson 在武漢肺炎 侵擾英國的前期 差點被英國人翻掉 什麼佛系療法還講說 做好跟親愛的人做準備有沒有 到最後他先得病 得病之後 一下子傳出病危 一下說他倒上呼吸器 不能自主呼吸都傳出來了 後來有一次 你們看他靠在那邊 頭髮保持原來亂髮 然後跟大家揮揮手 一下變成對抗病魔的英雄 所以接下來一個月 頭條都是川普 Boris Johnson很好的例子 他抵抗疫苗 抵抗這個病魔成功之後 他改變佛系的做法 他聲望是那時候開始爬起來的 否則那時候差點倒閣 那好 那現在你就看到川普 在他的武漢肺炎隔離這14天 隨他高興你知道嗎 他一個視訊 那天就變新聞了 咳嗽 病容不好頭髮沒梳 過三天龍關煥發 過一下變他老婆 老婆也直播一下 這個話題 在選舉的最後階段 誰掌握話題 其實就掌握選票的大數法則 然後再來 他在當中也可以做很多 刷存在改的事情 他還是可以指揮三軍 他還是可以指揮美國的政局 那眾議院跟參議院 眾議院剛通過一個叫做 他的China Task Force 中國任務小組拿出來的 430條政策調整案 他還可以慢慢在那邊平 因為他很閒的嘛 那 他出關的那一天 距離選舉值兩個禮拜 我跟你講 如果拜 因為兩大黨都很會選舉 幕僚一定在想 哇他出關以後那兩個禮拜 萬一所有的議題都被他帶著跑 那這整個拜登你怎麼選 那拜登我也測一下 啊糟糕我也得 兩個人每天都在搶頭條 兩個得的話 創造話題的能力 還是川普比較強 說的也是 第一場辯論 弄得像小學生吵架嘛 對 那就結束啦 你現在不能辯論了 你有沒有發現 對 因為確診不能辯論 這才大影響 你不能辯論了 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那話題焦點在哪裡 所以我最後要講說 誰能引領最後的兩週話題 如果我們剛才這樣分析下來 你的答案是那個人 那個人如果能夠掌握 引領話題的黃金平台 跟黃金時間 那另外一邊當然就不妙 而這時候中國那邊 越多的嘲諷 越多的攻擊 每個國家都會有保護 自己國家元首的本性 那就很有趣了 那另外還會不會有其他的 軍事上或地緣政治上的動作 因為我現在隔離在裡面 我要強 我要拉大我的存在感 那下的決定會不會更重 這個我們要密切來觀察 而且我覺得 他對於支持者的鞏固 其實是更有效的 因為大家會更氣 說本來我支持的這個川普 他可以到我們現場來 結果他現在在隔離 為什麼 因為被中國肺炎害到了 所以他們那個 更加凝聚支持者的那個 向心程度 如果民主黨的支持者 傻到跟國民黨支持者 一樣跟著中國消費的人 一起笑川普 我告訴你 那個就是把自己的選票往內說 就像國民黨一部分的人 跑去聲援一些中共威脅我們的事 或中共對我們統戰的事情 那個是會付出政治上的代價 感謝王委員幫我們直接 Cue到下一題來 所以下一個就是這個禮拜 一整個禮拜延燒的話題 跟國民黨還蠻有關係的 就是歐陽娜娜 他終於在經過了大家的這個討論了 罵的也有啦 當然還是有一些挺的啦 無論如何他仍然在9月30號的晚上 站上了央視去唱《我的祖國》 那可是他亮相的時間當然很短啦 然後因為亮相時間很短 然後又被大家酸了一頓 好 那在他去唱這個《我的祖國》 晚會演出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跑到對岸去唱這樣子的歌 你的國籍認同 國家認同 是不是出了一些問題 但是有一些支持他的言論 那在這個禮拜其實 歐陽娜娜的事件 還有這位退將 這位退將呢 陳廷寵 他說台灣現在戰力是0 我是驕傲的中國人 這些言論其實都引起了大家 熱烈的討論 在此同時我們還看到下一張 很多人幫歐陽娜娜講話 那幫歐陽娜娜講話的這些呢 比較多是屬於泛藍的陣營 像是這個要說 這是泛紅陣營 國台辦 民進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台灣之光啊 這件事情大家都在問國民黨說 歐陽娜娜跟歐陽娜娜的爸爸 國民黨的前方的人 自己都沒有出來表態了 這些人是在忙什麼 他們忙著出來幫歐陽娜娜講話 這件事會不會連帶的影響 國民黨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印象 趙欣 我想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民主時代嘛 在民主時代的話 我覺得這反而體現出來 就是說我們台灣這邊 中華民國這邊的 體制的優越性 當我們的人 他可以自由的去表達 即使是多數人 都不是很認同的 一些爭議的意見的時候 但是這個社會呢 仍然保障它的權利 換言之如果你換成對岸 這樣的一個威權 或者甚至是極權的體制 是絕對不會有這樣的容忍 這反而讓大家覺得說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確實是有優越性的 而且我們也會因為這樣 反而再加強對中華民國的認同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很差的事情 而且這個認同的事情很簡單 絕對是超過六成七成 甚至是接近八成的人 對於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的主體性 都有很高度的認同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改變認同 不可能 那他可能就是說 他自己的這樣子一個行為 留給大家去討論 但是我必須去提醒說 在政治這個領域上 對於個人權利的評論 要非常的小心 大家作為民眾去討論說 我有我的認同 你也有認同 你的認同我不欣賞 你的認同 跟我的成長經驗差很多 這是一回事 但是政治如果說 要去對一個人做評判的話 必須要注意說 他不要變成是一種權利上面的 對他的一種剝奪或者是打壓 或者是霸力 我覺得這是要非常謹慎的一件事 你的意思是說處罰這件事嗎 對 就是說這個處罰 第一個就是說 我不講說他到底有沒有違法 這個是交給專業去做 可是政治人物發言 會讓大家會覺得說 很容易陷入一種未審先判的 這種陷阱裡面 可能講的當事人 比如說孫政院長 他可能沒有這個意思 他可能就是把我覺得 我自己的這個意識形態 就是覺得我不認同 可是如果作為行政院長的話 這其實是要非常小心 他會不會有一種指導效應 或者是帶風向的作用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特別做的 即使我不認同 比如說要讓他去唱 如果是我我一定不會去唱 因為我覺得這個跟我的認同不符 然後我覺得說 我的是中華民國認同 你講主國人家可能很多人會誤解說 你是不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過這個事件 國民黨有沒有一個 但是我不會去因為這樣去 一個一致的態度 說到底知不支持這樣子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東西 在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裡面 就是增加對中華民國的認同 那如果說其他的東西 個人的權利我們認為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國民黨其實他也是一個政治 很相關的團體的時候 我們在面對一個個人的時候 要盡量的避免說去定調 形成是對他來講 是一種法律上 或者是機器上的壓力 但是可以留給民間去做 那我們很簡單 我們就是認同中華民國 我們不能夠去認同就是說 極權的體制 我們會反對任何一切形式的 政府的這種極權的控制 所以國民黨從頭到尾這整件事情 這一個禮拜中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分開 都沒有出來表態 是因為尊重個人的這些制度 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 確實相對要謹慎 確實相對要謹慎 我覺得個人去說我不認同 而且我覺得 這樣子唱是很不應該的 我如果是他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我有這個 或者是我是一般人 我去這樣講我覺得是OK的 可是民主社會政治人物 對下頻段 尤其是對一個個人 而不是我覺得大家可以罵國民黨 可是不要去罵這個 作為平民的歐陽娜娜 大家可以判罵我們 但是不要去罵一個個人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會有一些 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的效應 那今天這個人可以被罵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 他有可能就會受到這樣的誤解 或者是霸凌 好的 聽完以上這一段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不是 等一下 對 就是我充滿了各種問號 不過我們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節目線上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在這一整個禮拜當中 國民黨其實對於這個事情 並沒有一個態度的表示 但是趙欣有解釋一些狀況 就是說他認為 不應該要對個人的這樣子的行為 去做這樣子的評論 可是我聽了有一些問號 就是說 因為歐陽娜娜的行為 的確引起了很多人的關心 跟討論 剛剛從大數據可以看到 他在這個禮拜當中 是討論最多的 最熱的一個新聞話題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是不是每一個政黨 其實某種程度 都應該要出來做一個 自我態度的宣誓 那這件事情難道不應該做嗎 因為我看到民進黨 有這樣子做啦 那明佑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還有就是說 因為現在網友在講說 可惡 我們的祖國 明明就是中華民國啊 怎麼會跑到對岸去唱 所以應該要加以處罰 不管是什麼 不給他用健保啦 然後或者是罰款啊 要不要給他處罰這件事情 也引起大家討論 你怎麼看 我覺得是這樣 先把法律跟 要不要處罰這件事情 我先放到一邊 因為我覺得政黨 在民主國家裡面 就是引領一種態度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國民黨他們所有的發言裡面 就是說 這是女兒啦 他爸爸雖然過去是 國民黨的發言人 可是跟爸爸是無關的 我也知道跟他爸爸無關 確實他成年他要自己負責任 可是他經紀人是他媽媽 是喔 對啊 所以這個行程安排 到底怎麼安排的嘛 他經紀人是他媽媽附捐嘛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很奇怪一個邏輯 我們不管他的政黨傾向是什麼 你不管是國民黨 新黨或民進黨或哪一個政黨 你如果有子女 或者本身到中國去 去唱一首歌叫 我的祖國 你的心裡會怎麼想 你的祖國 我的祖國是台灣 我的祖國是中華民國 但是他唱的這個我的祖國 是你的愛國歌曲 他們的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那這個不用爭論吧 這就是有問題 而且不只歐陽娜娜 我看到有幾個藝人 我個人 因為大家都focus在歐陽娜娜 或張少緣 確實長得都很漂亮 可是 事實上 有兩個帥哥你們都沒注意到 就是一個19歲的賴冠林 然後25歲的觀鴻 這個觀鴻很帥 他演過那個 中國版的這個F4裡面的 花哲類的角色 是喔 對他長得很帥 他也是來自台灣 可是他最後在微博裡面出來是說 我在中國台灣等著你 你心裡會怎麼想 觀眾朋友你心裡會怎麼想 那國民黨朋友會怎麼想 所以這跟陳廷寵 他們這種言論都有很大的關係是什麼 他們的思維邏輯都還是站在一個 民主主義的思維裡面 可是他忘記一件事情喔 這樣的國主主義的話 一直在一個 你的思維既定裡面去延伸之後 你自己會精神錯亂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台灣自己本身的時候 欸 你在問國民黨說 欸 到底他這樣做可以嗎 你可以看到一多年就出來發言啊 你看費鴻泰 費鴻泰要講 難道唱一首歌會不會統一嗎 趙少康除了歐漏 也是像鄧麗君之外 我覺得他比鄧麗君漂亮 我老實說啦 可是我必須這樣講 可是趙少康講說 他看了我的祖國歌詞 沒有問題啊 非常動人啊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啊 欸 我覺得好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最近 類似這樣子的言論還 頻率蠻高的 就是出現 每天都可以看到 今天是費鴻泰 明天是陳怡真 後天都是趙高高 這個事情我們先回到根本的事實 那我相信我把根本事實釐清完 我不相信我跟趙欣兩個距離會太遠 第一個事實 台灣從來沒有禁止任何藝人去中國賺錢 對 你去看什麼湖南衛視 什麼一大堆節目 哪個藝人被關心過 連歐陽娜娜自己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說半年賺了三億 嗯 有被關切過嗎 沒有 也就是說 講什麼什麼 妨礙演藝自由 表演自由 言論自由 那個叫做主題偷換了 台灣沒有限制藝人去中國 進行演藝表演 這個先講清楚 那既然沒有限制 那陳怡真講什麼淘寶不能買啊 什麼 你在講哪一國話 就亂講一通嘛 對 我made in China的內衣不能穿了 那個是誰講的 黃志賢講的 這個事情從來都沒有禁止過 表演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的本質是什麼 有一個人 或者有一群人 跑去參加中國國務院中宣部 轄下央視所辦的 慶祝十一國慶的政治活動 對啊 就是這件事情 對 那我請教國民黨支持這個事情嗎 應該不支持 因為十一 所謂的十一見證國慶 最該抗議的是中國國民黨 對 那個在慶祝中華民國被消滅 被滅亡 中國國民黨被趕跑 對 工農兵站起來 腐敗了國民黨打出去 那時候垮到這個 結果你們說 人家就表個眼而已嘛 唱個歌 人家都會被統一嗎 跟那個吳官 他參加的是政治活動 而根據 費工太做了幾屆立委了 你當立委說 那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33-1跟34條 你們沒有修過嗎 去中國參加 黨政軍辦的政治活動 暴准沒關係 你沒有暴准 沒有暴准去表演 錢不多 十萬到五十萬 但這是台灣法律主權 我很反對說 這要整個賣法 他用比較重的 有法 我們就要罰 證明什麼 證明台灣的法治主權 不隸屬於北京 一塊塊都要罰 這個部分我完全贊同 就是說我覺得 既然我們有法 他違了法 我們當然 因為是法治國家 有什麼法 我們就依法來處理 該罰我覺得就應該罰 法律的執行是主權的象徵 第二個 而且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第二個 趙欣講說 你不要問國民黨的態度 海峽論壇到最後尊重個人 一個政黨 對於政治行為 應該要有集體態度 否則政黨 你著急的黨員是什麼 有一個黨就這種啊 統的毒的 藍的紅的 統統可以參加 那個黨現在 趴數不多嘛 那現在國民黨 應該有自己的忠贈思想 黨員該不會參加海峽論壇 可以約束啊 民進黨就告訴你 民進黨黨員去 就開除 這是一個政黨 對政治活動的態度 這件事情 價值上 我先不講法律 價值上你認不認同一個人 去賺了錢 取得中共的認可 然後在他們的表演舞台上 進行政治活動 而那個政治活動叫做 慶祝中華民國被滅國 不在了 祖國叫中國 國民黨被趕走 這個活動 我們幫你抗議 有抗議國家的部分 其實國民黨 當時跟共產黨那一部分 他們可以自己講嘛 怎麼會沒有態度 然後弄得一副說 隨便那樣講 陳玉珍還扯出一個 三民主義無黨所忠 那無黨就國民黨 我要用這一句提個案 我們國歌應該要改版了 因為國民黨花了20年洗腦 說無黨叫做無備 我兒子讀了教科書都寫無備 因為陳玉珍已經說明了 對 現在的就是黨哥 好可怕耶 我小孩在學校唱個國歌 就變國民黨員了 我嚇死了你知道嗎 就按照陳玉珍的邏輯 唱個國歌就變國民黨員 那我們是不是該修改一下 所以最近很奇怪 有一堆人 趙少康這一些 或者馬英九 蘇琪這一些 或陳廷總 吳思淮 蔡德勝這一些 同時在做一件事情 台灣很弱 國軍一打就敗 一天就投降 共軍很強 比美軍還強 美軍生鏽了 美軍生鏽了很爛 而且美軍也不會來幫你 你有沒有發現 在中共的十一國慶前 這些妖魔鬼怪都出現 這個叫做大外宣的內應 還是有一個看不見的導演 同時讓這一群人說出愚蠢的話 因為他們以他們的智慧 難道不知道這種話不該講嗎 那至於歐陽娜娜是不是鄧麗君 我認為鄧麗君 我跟他名字不一樣 我是認為鄧麗君比歐陽娜娜漂亮 不是外表 那顆心 鄧麗君從頭到尾 沒有踏上中國的領土過 鄧小平花了多少錢 弄了多少保證說 你就來唱個歌就好 話都不用講 鄧麗君說不要 他到處落軍 海外宣位僑胞 鄧麗君你去比歐陽娜娜 照相你是故意的還是 好吧做內應 故意講錯話 可以幫國家平反一點 我是覺得鄧麗君跟歐陽娜 剛好兩個相反的典型 你把它擺在一起 你在侮辱誰啊 我覺得就是說這些事件 難免都會影響到 民眾對於政黨的 這個表現的觀感 所以國民黨我認為 應該還是要有一個 比較清楚一點的態度 因為當國民黨急著 想要撕掉親中的標籤的時候 這些事件其實都會更加深 你看吧果然吧 想撕都撕不掉 這件事情其實傷害會比較大 但是一平也特別幫我們整理了 那針對歐陽娜這個行為 因為他是在10月1號 然後又在央視 然後又我的祖國 這三個元素加在一起 就的確是很難 很難說服台灣人民說 你應該支持他去 對啊 所以從事發開始有新聞的開始 其實10月26號 就有一些新聞出來了 那我算到大概今天早上 那其實如果從我們分兩個層次來看 從情緒來看的話 其實網友大多還是不認同 你看這個有大概三分之二的人 都是用比較嘲諷的態度在看 那當然網友就很酸 各式各樣語言 我想大家這幾天看新聞很多 不過比較特別是這個怒 這怒其實有三分之二 並不是說去怒他 跑去那個中國唱歌 而是覺得民進黨的政府 想要處罰他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就特別在把 針對處罰這件事情拉出來看 那其實還是蠻多人 就是其實整個趨勢是不變的 有一致的也就是說 大家還是比較認為 不挺他去 不認同他的這個行為 那處罰這個方面 大概就分三個部分 那大概比較多的 就是有三成的人 認為就是說 這個應該國籍要取消 但是當然他們就蠻憤怒的 那大概有18 大概接近兩成的人 認為就是健保 因為蘇院長有講過說 用健保這件事情 那大概就是 有大概一成五一成四的人 就是沒有講說要怎麼處罰 就是說 表示只是要處罰 可是他們提到一個人 就是張惠妹 因為張惠妹也在台灣唱國歌 然後被封殺 那他們的利潤基礎就是說 那中國這樣可以封殺我們 那我們這樣沒有沒有 基本上沒有不合理 那至於認為民進黨不應該處罰 其實大概就有三成五 整個在討論裡面 那他們主要的論點就是說 那其實民進黨 一直以來都很雙標 他們當然也提到美豬 然後或者說 民進黨也有很多人 譬如說 是不是有陽性銀行在那邊 海霸王在那邊這些 你也在那邊賺錢 那你也不罰 那人家也是去唱歌賺錢的 那你就要罰 所以這個是目前整個 到今天早上為止 那整個的一個 網友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一個會針 比較多的比例 還是反對的 那要提到封殺這件事情 封殺就是威權時代的象徵 一個政府可以決定哪個藝人 該不該出現在螢幕上 這種東西在台灣 是不可以也不能出現的 但是 沒有 我把它講完 所以我在講完就是說 有這種討論的人 我要直言你民主素養太差 但是市場會決定 就是我這樣看的 傷害我的感情 我看到威權時代 我就想轉台 這就是民主社會的真諦 這種事情是可以 就好像有一個 假設有一個男生 他是渣男 他到處跟人家搞曖昧 那一群女生一群姐妹 自然就會唾棄他 可是你不能因為這樣 我就說我要對他動私行 然後我就有拿刀去戳他的權利 沒有的 那不是你有這個權利 政府在民主社會裡面的 政府在民主社會的權利 是要非常謹慎的 就是我們講盛行這個東西 但是你可以去譴責他的道德 我們不認同這件事情的話 或者是說像我自己個人 我來講我自己個人 就會覺得如果今天這個場合 就算你唱的是我的祖國 如果是在春節的春晚 會比十一國慶的這個場合會好得多 因為十一的 因為十一有政治意涵 為什麼沒有人罵他 因為他去慈善活動 重點不在這首歌 十一國慶的政治意涵 這首歌當時抗美援朝 重點不在這首歌 他跟十月十號有很強的對立性 因為你知道我小時候的課本 十月一號都叫韋國慶 因為我們不承認 你小時候還韋國慶 我們小時候沒有這一課 跳過的人會 對 你的小時候比較久一歲 那比小時候 你們的小時候都是我們的 我們小時候沒有 你有我沒有 害我當場的 噔噔被發現 講一下我們的小時候 打採小心講說個人 趕快演唱趕快 我是反對個人做的出現 大家當然也討論 行政院的態度很清楚 要不要罰他其實還是要研究 其實還是在規勸 像十一 中共十一見證這個事情 不宜參加 從頭到尾處罰這件事研究案 那院長當然要帶領 蜂巢一個態度 你又要拿台灣的身份 賺好處 又要去媚共 回頭當他的樣板 來侮辱我們自己國家 其實院長如果對這樣的個人 沒有意見的話 我覺得反而是失職 好 另外一個話題 我覺得也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我們的退降陳廷寵 他最近有一些發言 也引起很多人的討論 他說我們國軍的戰力等於0 然後他還把這個 台灣的領導人罵得非常難聽 就是說他什麼又沒有智慧 又沒有能力等等 講得非常難聽 我比較有疑問的是說 台灣國軍真的沒有戰力 那他是退降 他不是也在軍中待了一輩子 那你待了一輩子 訓練了這麼多的部下 然後訓練出來他們是0 你怎麼好意思講說他們是0 這件事情也很奇怪 好 那陳廷寵講的這些話 到底是不是事實 我們真的是0嗎 第二個引起的討論就是 現在開始是不是要恢復徵兵制 然後徐曉星也在臉書上面PO說 他也認為說女生也應該去當兵 如果是他的話他也願意 所以現在看起來 台灣的國防實力這件事情 到底到哪一個程度 我們變成全民好像都還滿關注的 這個東西我們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要好好的來討論一下說 請教一下國防的這個 專業立委王定宇 我們的國軍真的戰力是0嗎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國民黨現在是有要贊成 要恢復徵兵了 然後而且贊成女生都應該去當兵嗎 這幾大問題 看起來還會持續的引起討論喔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 本週前20強聲量最強的政治人物 有哪些新進榜的 好的這個部分還是要請一萍來跟我們做一個解說 先解說第九名的 第九名的 就是在我身份的 我們第一名 20你不講的先 第九名的最突出 你不要把我們的友好洩漏出來 沒有因為王委員一直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當然就是聲量都很大 而且他也會定時PO一些國防 那剛剛在第一part我也有講到 現在全民的國防的一些意識 在關注都一直在提升 對 那當然就王委員當然都順勢 他的一些過去的這些習慣 專業形象被建立 所以有一些很好的標籤是貼在王委員身上 那這樣當然就會 適當的去圈到粉 那當然 他能在網路上面造成影響力就 自然而然就水掌傳到 不過前十名不容易擠 對 前十名是不太容易 而且他是每個禮拜其實都有 大概都在前十名之內 對 至少前20強都有 對 都有 謝謝貴節目的栽培 好 再來其他新進榜 那這個禮拜新進榜 大概可以分三組 那第一組其實就是一樣 我們剛剛也講到這個禮拜是主權週 所以像謝長廷 他其實睽違了大概一年又在上榜 他在日本 本來是駐日敗 現在被稱為大使 所以這個大家也覺得 在主權這個議題相關 就當然受到大家去點閱 那再來就是那個 像吳釗燮 我們最近在炒 那個台美建交 網友在討論 也蠻多的 所以讓外交部長又再次上來 所以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們 立法委員 立法院在選 各國委員會的招委 對 那其實有一些風波產生 所以讓王婉瑜 然後洪神愛 洪神愛還是第一次進榜 第一次進榜 因為這兩個算一組 對 算是一組的 對 那第三個就是 一些我們市政六度的市政 像鄭文燦 跟陳其邁他們有一些合作 拍了蠻多影片 然後直播這樣 那網友也一直都去點閱 一直去看 那陳其邁本來就一直都在上面 對 因為高雄的關係 那鄭文燦就是 像他 潘文燦這些都在20名左右上下下 那他這個禮拜就衝上來 等於是被 他們也算是在網路上 算是活躍的市場 不過這個禮拜算是被 陳其邁帶上來的 對 對 好的 謝謝一平跟我們講解 本週前20強的新進榜 那我們剛剛還提到就是講說 退降講說我們現在的軍力等於0 這件事情大家都會關心 因為我們都很 因為中共的軍機每天都繞來繞去 這件事情坦白講 我覺得會影響台灣人的這個民心 那所以當有一個退降就說 啊 台灣軍力等於0的時候 然後又有戰機在那邊飛來飛去 這件事情聽起來很危險耶 那個像連續劇嘛 前國安會秘書長蘇啟先講 國軍一天就投降 吳四懷說沒出營就雞雞 馬英九說首戰集中戰 那再配合陳廷總 當過陸軍總司令的說 現在戰力是0 但我不以人費言 我們先看他講的內容對 我們要檢討 不對的話再看他的動機 先從江啟成嘛 江啟成我們兩個是 國防委員會的同事啊 台海安全不是光靠武器 可以維持 對啊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講的其他方法是什麼 難道現在蔡英文政府 努力的跟國際建立合作平台 不是台灣的安全 是要靠北京的微笑 靠討好北京 還是靠國際架構 你觀看很多國家的內戰就知道 一旦你變國家的內戰 香港就沒辦法救他 所以台海安全不能光靠武器 可是我們的政府 不管是這個印度那邊的鑽石聯盟 或者美日的安保 台灣很努力的在國際架構上 架構一個穩定的結構 而不是靠敵人的慈悲 你哪怕叫中共爺爺奶奶 通通照他講一個中國啦 2014年元海長迅到現在沒有停過 2014年是馬政府 只是他沒有公布 元海長迅是 共軍要突出到西太平洋 成為西太平洋霸主的 他們的建軍目標 成為世界強權之一 不管你主張什麼 那都是一時的藉口 他現在不打你 叫做心有餘而力不足 心裡想稱霸 可是力量不足 共軍如果在最近這兩三年打台灣 除非台灣出現內賊 或者我們內部的意志力垮掉 中共在最近兩三年路要攻打台灣 是一定失敗 所以我們的軍力 根本不是零啊 我們的軍力一定打贏他 當然我們全球評比我們還在前面的 那至於國防 預算持續增加 有沒有牌子要其他預算 這個謝謝江啟成主席的肯定 蔡英文總統當四年多 我們不只國防大幅提升 買的是一級的 第一流的現代軍備以外 我們讓月薪三萬人的 三萬塊錢的人 免稅三百六十萬人 然後呢 我們在企業也減稅 這是前年的稅改 去年就兌現了 然後稅積擴大 我們如果公平來講 陳水扁總統舉債 八年舉債一兆大概四千億 馬英九總統也沒看他做什麼 他八年舉債一兆七千億 蔡英文總統到目前五年 還了95億以上 可以還錢 可以減稅 武器還買一級的 沒有排行其他預算 所以 那 陳寧總講的什麼 戰力歸零 他其中還講說 為什麼 他說陳水扁讓疫期 縮短到一年多 然後蔡英文總統變 現在變四個月所以零 你也幫幫忙 那馬英九有弄的不是嗎 我們的 易南縮減到四個月的決策 跟執行 都是馬政府決定的 只是他來不及 delay半年 下一個政府接上來的時候 那只好延續的 我們現在花了很大心力在改革 後備軍人 就是馬政府的四個月 所以你要罵先講四個月 你應該先罵馬英九 更何況 縱使易南變四個月 我們現在全部變職業軍人 連退伍的後備最重要的集戰力 那二十萬到四十萬人 其實也是戰力強能來補充 所以 戰力是不是零 只有對國家認同錯亂 認同中國共產黨的 才會讓國家戰力零 那個人就是像陳廷總這樣的人 如果戰力零 人家早要打過來了 他為什麼還等到現在 就是因為我們戰力很強 讓他不敢來犯 所以實力 某種程度是創造和平的 這個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但是我先請教一下趙欣 簡短的講一下說 江啟臣是怎樣 他就覺得說 我們國防預算太多了 不需要買那麼多的國防武器 可是 他十月不是要參加什麼 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然後所以他要去跟美國人講說 我跟你講我們不要跟你買武器 太貴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當然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 在野黨 為人民的荷包把關 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但是不是為 坎而坎 大家看那個審查的過程 都是對於這個武器的項目 應用的範圍 品質 然後還有它的這個實際的用途 或者是為什麼是買A不是買B 是不是買B更有用 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討論 不是那麼簡單的是 我要三把槍 不要我只要兩把槍那麼簡單 所以不應該把它簡單化 不是光靠買武器 所以不要買 第二個我們來講說 這個很簡單 剛剛定義委員也講了 這個不是光靠買武器 又可以維持 但是每次買武器 其實國民黨也有發聲明 就是說這個維持基本的這個 維持非常相當程度的 國防戰力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兩句話 軍事上不可以讓中國大陸太樂觀 但是政治上不可以讓中國大陸太悲觀 它是要必須要同時成立 要維持一定程度的對話的感到 你逼到人家抓起來 跟你燒爬的時候 那很簡單 就算我們守得住 那也是絕對是距離下風 那這樣東西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一方面我們要有威嚇的力量 那一方面要讓他覺得說 欸 我不想跟你打 可是我要跟你打 我絕對有一定程度的破壞力 這個東西是很基本的 另外我提到這個退降這個部分 這個陳總司令 我不認識他 我不可能認識他 但是我第一個我注意到 他是以前是陸軍總司令 所以我認為他看待這個戰略的方式 第一個不在線上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印象式的情緒的反應 第二個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人之常情就是老人家都會說什麼 一代不如一代 覺得年輕人就是很沒有用啊 不是每個老人都這樣子 你的indish轉回到老人 我來這樣講 我想很多這種父母 他會有這樣的概念 但是這個概念我覺得是比較印象的 我一定在線上 國民黨沒有年輕票 現在連老人票都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真的這樣子害我嚇到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他的意見 不管對或錯 你為什麼不講陳廷總 都可能並不是基於 都不是基於對事實的 那麼樣的了解 這個可能問吳施懷將軍的話 可能他現在因為 常常要審視預算 他可能對於這個了解 跟他做立法委員之前 就會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我們對 對退休人士的這個評論 有時候不用太把它當成 是一個精準的評論 可能就是一種印象而已 他說他是中國人 趕快救他 最近因為國慶快到了 11月10號快到了 然後我看大家在發片 然後我看YouTube 就推出很多過去那種 那種國慶的畫面 我記得看到民國70年的指揮官 是許立龍耶 許立龍嘛 大家知道他嘛 新黨過去的大佬嘛 他就是跟那個蔣經國宣誓說 我們要反共抗惡的 要復興中華 總指揮許立龍 結果過不了多久 過了差不多十幾年後 我跑到中國喊出 我是中國人嘛 對 那這個陳總司令呢 也是像 剛才定義委員講的 他是跟 吳思懷贏這段 去到中國天順的人耶 所以現在說的話 你怎麼會想 我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剛才在談論說 像陳醫生在講 那個三民主義那個事情 其實我想到一個人啊 各位還記得2014年 郝伯春去到中國 他也是跟得上 義勇軍進行曲 他說沒有 這不是中國的國歌 這是我們抗戰時期的 愛國歌曲 所以你看他們的思維 都是站在 這樣子大中國主義下的思維 這也難怪 趙欣小欣他 現在思想上 跟他們有一點落差的感覺 其實他們很清楚啊 我國民黨現在是在台灣 但是愛於這些叔叔伯伯 這個什麼黃復興黨部的這些 他們的思維就是 還是站在那種血統上 認為自己是中國那樣的主義 他完全忘記說 他現在站在土地是台灣的 你們的退休奉 是我們十歲金給你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一天那一場作談 軍事作談喔 你不要以為只有這個 陳總司令這樣想 我看有好幾個 包括中將退休下來的 還有我剛才問一下定義偉 他說全台灣退降 大概有三千多個 不代表那幾個就是一定是對 每一個都告訴你說 美國是絕對不會幫忙的 我們現在軍力不行啊 這絕對不行啊 我們那個時代是 真正的實彈操演過的耶 各位你去回想一下 現在的軍種已經走向科技化 而且這幾年 蔡英文總統執政之下 我們的潛艦已經開始在營造當中了 然後我們參加了印太戰略 整個夥伴的一個協定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台灣 邁向另外一個里程碑 之前還發射了這個 無限高的這個飛彈 天空飛彈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台灣一直在進步的軍力 走向科技化 這是這幾年的趨勢 絕對不像過去那種陳總司令 或者是一些老將軍 他們那種 我還要拿一支千塊 換千支 那個時代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每一個人都在告訴你說 阿強要打招 我給各位掛保證 台灣的防衛能力跟科技能力 絕對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我覺得其實對國民黨來說 大多數的人 這些中生代 還有像小青這種 這種比較年輕一輩的 他們一定都知道 那些過去的老一輩的思想 其實跟他們是有非常大的距離的 但是就是因為這些人的 這些比較離譜的言論 多少還是會影響到一些 國民黨的整體形象 那國民黨也要自己力爭上游 不要被那些大佬們的言論 或者是大佬們的輩分所壓制 然後就沒辦法 我不能反抗 不能公開的講 我覺得要抵抗掉這樣子的壓力 國民黨才會更能夠獲得 台灣人民的信賴 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來我們來看 本日最發燒 網友們最關心的這個新聞 前七名 第一個 我跟你講第一個 我完全沒有辦法看的影片 看得好心痛喔 台灣黑熊誤處陷阱 遭困 然後特森中心緊急救援 他還好已經被救了 但是他被困了18個小時 然後 哇 看了真的很難過 來第二個是這個小鬼 這個相關新聞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其實整體而言 大概都跟我們台灣的主權議題相關 美國眾議院報告說 希望駐美代表處 要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還有中秋節共軍再擾台 運巴反潛機遭廣播距離 為什麼他們中秋節還 還在那邊飛啊 真的很煩耶 大家都在烤肉 忙烤肉不是嗎 來 第五個 巴里半國進升旗 新北七日起掛外面國旗 這個也可以這麼多人看 盧雅娜唱我的祖國 綠尾玉一定開罰 第七個是 日本將釣魚台改名 今天生效外交部說嚴正抗議 我比較好奇的是第三個 就是說 現在台美關係看起來 的確是越來一層又一層 一層又一層的往上堆疊上去 然後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 那個克拉夫特那個女生 他不是PO了一張照片在推特上嗎 他就說沒有台灣的聯合國其實 自欺欺人 對 自欺欺人 然後他那個照片背後面 有一隻台灣黑熊 好可愛喔 就是說美國人常常會利用一些 小巧思 一些小動作 然後加強台灣的那個印象 我覺得還滿有意思的 這個要請教王定宇委員 就是說 所以以後我們真的可能改名變成 就用台灣代表處 不是什麼什麼 中華台北經濟犯次處 國會是建議權嘛 像美國的政壇今天 華府發生兩件事情 第一個 眾議院它有一個 China Task Force 就是中國任務這個小組 正視你的一個報告 裡面有84項新發現 430條政策的調整方案 那它整個重點跟台灣比較有關係 三件事情 第一個 美國的國會認為 跟中國接觸 以前是其他的改變 後來他們審視完了 越接觸 美國損失越大 所以建議 不應該再走接觸策略 第二個 他們發現他們的供應鏈 整個在中國被把持住 鍛鍊 像醫療器材 口罩等等 所以要重建乾淨的供應鏈 台灣做生意的機會就有了嘛 第三個 他們就提到 應該實質 為了反映台美關係的升溫 應該把台灣駐美國的代表單位 改名為台灣美國代表處 那這一個東西 提出建議之後 很巧的在參議院 美國參議員其實權威 威望比較大 參議院有100個參議員 有接近60個50多個過半 跨黨派的 也連署了一封信 寄給貿易談判署 也講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們參眾兩院都說 應該趕快 儘快跟台灣 就FTA BTA 趕快談判 第二個 也應該要讓台灣 用台灣的名字 在國際被認可 所以這代表是 美國民意的趨向 才會反映在國會的動作 那民意的趨向 現在剛好要選總統 拜登跟川普 都不會反對這個事情 但是要真正呈現到 成為政策 我也不要那麼樂觀 我覺得還有一個小小的主要 可是這個方向上面來說 不管是川普或是拜登 川普的主要 你知道我們以前跟美國 關交以後 名稱叫做 北美事務協調委委員會 從加拿大管到墨西哥 那可是 就在去年的台美 台灣關係 把40周年紀念 正式通過把台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改成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那個是上位 我們現在駐外單位都根據這個名稱 所以改成 我們現在駐外單位都根據這個名稱 所以改成